用SAMSUNG GALAXY BUDS LIVE 好,我們就來開箱了 今次的收音 用SAMSUNG GALAXY BUDS LIVE 新版,韓國版 今次開箱的收音 iPad Air 開箱用的刀就是這把 CRKT Snap Lock 很帥 挺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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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先把刀刀 側邊刀刀 好歸尼 不破壞 把紙的過程撕出來 這部就是最低成本 玩到Type-C版本 叫做iPad Air 的64GB 不知道看不看得到 這部呢? 相近一點 相近一點 64GB 很多人就說 有新顏色 買不買TVB 航路藍 看過呢 都可以的 不過肯定不敢看 你知道 iPad這些東西 我現在用的那部是 iPad Air 第一代 還是第二代 實在是很多年了 我那部iPad Air 是還沒有 還沒有指紋的 你想想 圓形的按鈕在這裡 是正方形的 這個呢 就是 就是 銀色版的 iPad Air 其實呢 如果不比較的話 沒有人知道 它是Pro 或者 即是2018年版的Pro 還是 2020年版的Air 就算這樣看 你也看不出來 它穿上機 真的要拍起來比較 那0.1吋才有分別 我告訴你 是Pro 其實也絕對人準 但新版的Pro 大家知道 就不是一個鏡頭 當然 這個鏡頭是直到沒有用的 是iPad的世界 也有的 可能是我們簽單 但不會使用LIDAR鏡頭 不需要雷射對焦 或者不需要Zoom 這個鏡頭是絕對有用的 但當然 它 這些鏡頭 已經都相當靚仔了 相當靚仔換來 後果 就是非常大 突出來了 突出來了 放在這裡 就是一個很尷尬的位置 那筋盒裡面 對 開照 也不專業 筋盒裡面 有舊這樣的東西 應該是說明書 那些 另外 就是 連iPad Air 都有充電 充電 還有 有充電 充電 是Type-C 這些 你知平常說的 就是環保 環保物料 令它快點壞 令它快點壞 你盡快再光顧它買環保物料 這裡只有納稅 就是這樣 因為有Wi-Fi板 那 連針也不會有給你的 那也非常合理 開箱完了 那這部機 平時怎麼使用呢 有一個很神奇的東西 要跟大家分享 就是這部機 是最高配置 連iPhone 12 和Pro 系列都沒有的 Touch ID 對 大家很久沒見過Touch ID 在這裡 這一塊就是Touch ID 那我們現在就試試設定Touch ID 然後 設定Touch ID Conf wants to build 最後結束 Пот PayPal 現在就他們提醒我 有roc手 received noodle 所以我這樣 does 跟我 Tuesday 再打開 這種機 Cast 可以帶着口罩 使用iPad 可以處 voir 我都會喜歡這位置